各位,接下來星期六的賽事 真的兵荒馬亂,馬真的亂到 亂過亂世家人,有泥有草,真的小心點爆冷了 不過如果你說真的拼冷門,五班這場 我覺得這隻馬有機會在這場賽事裡 是有些冷門機會,因為始終來到季味 任何可能性都有可能 還未講我的提示之前,記得做這幾個動作 留言、讚、分享我們的片段 訂閱我們的頻道,按鈴鐺,非常好 再看阿彭的心碎,非常好 大家記住,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是OK的話 多說給別人聽,直播的時候記得按讚就好了 事不宜遲,這場在星期六的賽事 五班,看看我選了什麼馬給大家 今次五班千死選了這隻桃花多 他轉去鄭俊偉馬房之後 上名這場賽事給大家 這場賽事給大家 這場賽事是五四一場賽事 桃花多是十號那隻 從最後那一段衝上來 就輸給另一隻 黑色衣服 八號那隻 勁進天下 因為勁進天下的質素 真的確實不太差 看到放頭 現在十三號的 就是藍色衣服的 勇冠群英 紅色衣服 三號的紅運派賽 就過了頭 紅運派賽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看到我推介給大家 這隻桃花多 開始已經是移出來中間少少 希望找到位 希偉森也挺聰明的 不要難的 黑頭罩 橙色袖 白色帽 粉紅色衣服 現在就一直跟著這隻勁進天下 後面咬著屁股 分一下僵推 分一下僵推 其實他的走位都不錯 不過沒有辦法 這隻勁進天下 一打下去的時候 反應真的給他很多膽怯 桃花多不失禮 剛剛轉過來正俊偉馬房 這場賽事其實就 已經是有表現 過終點的時候 過了這隻十三號的勇冠群英 就穿到Q 這次我覺得 他上次經過輸了之後 賠率應該沒那麼熱 找他用來做半冷膽 很適合 除了膽的桃花多之外 腳方面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幾隻馬 我第一隻 推介給大家 就是火車搬的錯騎 就是這隻二號的友誼喜悅 今次就七檔133磅 其實上次在四班 他開始都有點走勢 這次下班 對著不同的對手 我覺得他有些機會 會有變數 可以有更加好的表現 另一隻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剛剛贏馬的勇冠群英 最近的演出都可以 配上楊明倫 六檔132磅 都是人馬合拍的 這隻馬 千四五班來說 都要留意 最後一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都是阿明家良馬房的全程路通 一路的演出都有改善 這次四檔126磅 蔡明少騎 都是機會馬之一 今場我建議桃花多 做膽拖友誼喜悅 另外用冠群英 加上全程路通 好拍檔阿彭一樣 都有好東西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星期六 暖局裡面 一起就贏爆馬會